1999年 瑞士規模7.6的強震 当时重创了伊斯坦堡 而土耳其政府随后展开一连串措施 包括了加强对建筑防护这件事 但是20多年过去了 民众好不容易重建起来的信任 结果又被另外一场强震给摧毁了 这次地震距离伊斯坦堡很遥远 但震倒大量建筑的惊悚画面 让首善之躯民众看了心惊胆跳 一九九九年 土耳其瑞士规模七点六强震 就发生在伊斯坦堡近郊 官方记录超过一万七千人身亡 之后 土国政府对建筑法规进行修改加盐 二零二一年 土国政府不但把地震税 从百分之七点五提高到百分之十 还变成常态客征 截至目前已征收 超过台币一千四百亿元 但花去哪儿却没有清楚交代 土耳其政府开始对一百三十名黑心承包商 就责 但却被踢爆根本常年收贵 凤水不符合安全法规的建筑 提供所谓建筑特赦 建商支付一定费用换取免除法律责任 截至二零二零年 土耳其政府 已特赦超过六十七万栋 根据二零一八年 土国官方数字 境内有一千三百万栋房子不够安全 一九九年的大地震后 土国人民以为会带来改造 但历经二十四年 在人谋不脏和行政贪腐中完全幻灭 三立新闻 张俊栋 杨靖 谢霆浩 土耳其报道